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您不仅不追究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 港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反而将它聘为军事顾问之举 似乎是 择有繁衍哪 追究责任 你聘请顾问是两码事 你去问问那些择有繁衍的人 谁敢说对付共产党 比港村宁次更有经验呢 是 那我先告辞了 郭院长 东北行营来电 很好 通知作战部 一切按计划行事 准备优势兵力 把强占东北的共匪悉数给我赶出去 是 报告 黄炎培先生来的电话 要不要转接过来 接过来吧 是 江先生啊 我是黄炎培 古人将视为知己者死 我黄炎培知道 蒋先生一贯器重于我 因此我一直也想 为蒋先生做点什么 今天有几句话 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想跟你说说 黄炎老 指的是 国共和谈的事情吧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 国共是相谈甚欢 蒋先生啊 谈也好 打也好 我怕你的政府恐怕等不到那天自己就完了 黄先生 何出此言 我有一个实业家的朋友在撤退到重庆以前 把自己厂里的机器设备都给炸了 就是为了不留给日本人 他到重庆以后又开办了阵纪灾民的纸质品厂 为抗战做出了很多牺牲啊 如今他回到了上海 突然变成了汉奸哪 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接收大员 想侵吞他的工厂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杨长齐 就是因为抗议那些接收大员 把汉奸变成地下党 就被他们抓到监狱去了 好人了 您的这些朋友我一定会 晚了 晚了 他已经死在监狱里头了 他是为你们活活气的吐血二汪啊 他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鲜血 在墙上写了四个大字 也是给您治下的 中国写下的四个大字啊 那四个大字 暗无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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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地方 不会搞错的 你走吧 出来了 玄帝 老弟 上师兄 辛苦了 辛苦了 到底是民国呀 比晚清啊 有进步 那个是 这是又抓人了 下去 走 达则奸计天下 就是一个人发达了 要想着别人 您说 我就是一个盗变筒的人才吗 黄校长 黄校长 坐下 坐下 看不起我丁大利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给他 黄校长 你救救我吧 你救救我 好不好 你救救我 你不幸讲也不幸送我还真帮不了你 黄校长 你不是救过我一次吗 你再救救我吧 再救救我吧 我希望你有来势 但是你记住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要动 黄校长 黄校长 你救救我 你再救救我 黄校长 救救我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 加紧部署全面内战 美国用飞机和军舰 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 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到1946年5月 控制了松发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黄岩培老先生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不久前 为了参加国民参政会 他曾经回到重庆 在会上他明确地表示 如果当局不能按照政协的协议办事 他就不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 国家今天的局面 让很多民主人士都心急如焚呢 他们大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坐下来和平谈判 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四平两天以后 黄岩培和梁树民等五位先生就发来电报 请求停战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忧国忧民 有时候过于善良了 为了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 他们是绞尽脑汁 费尽了心血 可是蒋委员长总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我们共产党人要让他们看到希望 一定要顺应民意 对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了 蒋介石如今跟我们谈谈打打 大刷两面派手法 可谓机关算尽 还自以为得计地拿这些老先生们当傻瓜 但是总有一天 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井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 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 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也积极行动 试图制止内战 上官 你怎么开起酒家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洗呢 老话说办法 逢乱世开饭铺 靠得住饿不死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战火一起又要民部聊生了 是啊 国公双方签订的和平协议 墨计未干又起内战 这让全国上下深感遗憾 民邦已经行文给蒋委员长了 他们有能力制止内战 反一开战的命令是他自己下的呢 他还能制止内战吗 我已经在民盟会上提议 现在应该立刻组成 以各民主党派代表 组成的一个调查团 亲赴长春去调查内战的情况 任志兄啊 战区太危险 还是慎重一点 是啊 文人之间有了矛盾 可以打打笔墨官司口水争斗 可是啊掌握军权的人有了冲突 就会舞刀弄枪 老百姓是要遭殃的呀 孙子兄啊 你把这封信函 在博讯上刊登一下 你征得全社会的舆论声援 好 我马上去办 你说他们把这些论典 都在这些杂志上 正是明摆着在二线上 那我看他有最大的 是那我给了 那我看他做的 是那些浪費 他就在这些论子上 都在这些论子上 那是什么 在这些论子上 你不想到 都是在这些论子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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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走吧 你说过会儿到哪儿该怎么说呀 你现在新房也没什么用 待会儿啊咱们到那儿察言观色 看看情况再说吧 好吧 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吧 咱们呀也先别想这么多了 走吧 谁让咱们俩处在尴尬的境内 谁说不是 好 好 诸位好 诸位好 看来几位老先生心里都有火呀 我们上海五十三个团体代表到南京去请愿 一再呼吁和平转达民意 却遭到暴冲扎北刁民的几百个暴徒的毒打 国民政府置若晚闻我们能不生气吗 内战爆发人民在流血 政府应该多听听民众的意见哪 我就不明白了 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先生 他怎么就不能接见上海民众团体的代表呢 蒋主席公务繁忙嘛 所以才委托我们几个 王部长 可否立即下达停战的命令啊 好 我们只是代表政府和你们接触 至于几位老先生的意见 我们一定要如实转达 对暴徒的行为 政府方面有什么措施 地方军警已经开始着手调查 一定会成败相关的责任人的 对对对 少郎 此话未免太敷衍了吧 这个下官事件一定是有刁民在捣乱 政府确实一无所知啊 王部长 这里可是南京是一国之都啊 出了这样的事情政府居然一无所知 黄日老 这哪个地方哪个时代没有刁民哪 国难当头有几个刁民并不可怕 怕就怕有一群物国物民的奸臣和昏王 黄日老 您这话就言重了 当今只是谁是奸臣谁又是昏王呢 黄金卫就是昏王 对 头号打昏王 各位 我们是不是去看望一下受伤的代表啊 请问您这一去是否代表政府啊 不错 我和王部长此次前来 正是代表政府去看望他们的 可是你们去得太晚了 所有被打的代表被送到了医院 中共代表两点就赶到了 我和冯玉香将军赶到的时间是两点半 如果是两军交战 晚到一分钟的军队就是失败 我们走 走 走 王部长 我个人想对你进一言 有话请讲 当罢首时择罢首啊 什么意思 该和谈时不和谈 想和谈时就由不得你了 有点东西 王帝 王帝 他没有不可促过 这队台 之后 告诉我 死了 王帝 他表达 大军将军 此到此 离兵 诸位将领 要急切报效党国的心情 让我非常欣慰 为了尽快地剿灭共匪 我们必须迅速地对他们所占据的 东北 华北 华东 实行全面的包围 是 原本我给你们的是半年的时间 但现在看到你们一个个是精神焕发 斗志昂扬 我就给你们一百天 有信心吗 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为了尽早地实现 党国一统天下的最高目标 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奋勇杀敌 是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 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 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气焰嚣张 不可一世 这时 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 拥有美国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 在军队数量 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 明显地占有优势 战争形势十分严峻 1946年10月 国民党军队侵占禁察计解放区首辅 张家口 周先生 对张家口事件您怎么看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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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我已经奉命智函蒋委员长 如果国民党军队 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 以及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 中共方面不得不认为 政府业以宣告全面破裂 并最后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阵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当然全部责任应该由政府方面承担 特务 特务 你们中间谁是特务 站出来 站过来 让大家看一看吧 好 真是无耻啊 真是无耻啊 郭院长 郭院长 据上海方面可靠消息 周恩来要回延安 让他回吧 是 不 你 立即派邵丽子去上海 最好请黄任老爷出面 一定要把周恩来留在上海 继续谈判 郭院长 现在我军 在东北战场上连战连胜 这还有必要和中共的谈判代表 去浪费时间吗 有必要 很有这个必要 如果政府方面不做到人质易尽 去和谈 那么 社会各界 向往和平的人士 就不会死心 这样打起来 我们就得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 周先生 皇上老 欢迎欢迎 来 里面请 来 里面请 请坐 周先生真的要走啊 欢迎欢迎 谈判差不多十年了 谈判耗取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 是啊 我都谈老了 江委员长今天派邵老和雷震来到上海 目的就是想劝你去南京 看样子他还是想再谈一次啊 江委员长真是占了便宜还想卖乖 他是在愚弄你们这些好心的老先生 周先生 您的意思是 各位想想 江委员长在那里一边打着 在这里还让各位来劝我们继续谈 我们如果不去南京 他一定会大造舆论 说我们共产党没有和谈的诚意 我要是去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高北 他绝对不会好好地谈 这 不管怎么样我们 再尽最后的一次努力吧 好吧 再谈一次吧 周公 为了黎民百姓 再尝试一次吧 周公啊 再尝试一次吧 好 看在各位老朋友的份上 我再去刺南京 委员长 东北行营来电 张家口打下来了 好啊 委员长 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空袭延安了 不出半年 这共产党就可以彻底完蛋了 江主席 花人佬他们都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 不是您让我去上海接的他们吗 还有 周恩来先生也来了 正在梅园新村 帮着您的消息呢 他们可是连夜赶过来的呀 有请 哎呀 诸位先大 终于把你们都给请来了 原本前几天就要去台湾考察 一直等诸位 就是今天才去 好 既然来了 就得好好地谈谈 政府方面 可以和孙科结洽 江院长 我还想在此通知各位 国民大会已决定 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 希望你们能通知中共方面 尽快地提供代表名单 江院长您可要三思啊 如今中共不仅在国内 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啊 国内外的舆论不可小觑啊 更何况他们还有一百二三十万的军队 一亿三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 您不能视而不见吧 是啊 黄任老提到这个问题 来 我们先坐下谈 政府有关部门 已经多次催促中共 可他们还没有提交代表名单 这难道死了一个张图户 我们就一定要吃带毛的猪吗 所以我想恳请你们第三方面 尽快地提交名单 中共如果再不提交名单 不出席会议 我想这国民大会也一定能够如期召开 江主席 我记得政协会议的五项议案 是您和毛泽东先生亲自审议 并加以肯定的 我还记得当时国共两党和各党派 都称这是中国的临时大宪章 政府方面就是遵循了双十协议 国民大会才迟迟没有召开 可是中共方面至今不提交名单 甚至以不参加大会 来胁迫政府接受他们的无理条件 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些社会贤达 都能参加国民大会 如果你们不便以组织的名义参加 政府方面也希望你们以个人的名义参加 到时候还可以加入到新政府工作 民盟及第三方愿不愿意加入政府 我无从知晓 但严培只想呼吁江委员长能够把军队 退到双方停战前的位置 以创造和平的气氛 这样中共民盟和第三方面 就会一致参加了 尽可能达到天与人归的境界啊 黄先生 你们提的这些问题 就是我这个当领袖的能同意 那么国民革命将士 在前方流血牺牲换来的城池 能让他们退出来吗 再说了 中共在东北和华北 也抢占了大片地盘 他们可以交给政府吗 如此这国民大会 何时才可以召开啊 这样恐怕会导致国家分裂 内战连连呢 内战连连 那正是中共在全国制造的 赤货连连而引发的 黄任劳 您是一个教育家 历史家诗人 但在治理国家方面 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方面 军事方面 我斗胆地说一句 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过于的单纯和理想化了 当然 如果没有社会各界闲事 参与治国理政 可行宪国大就无法确立 国家大法不利 在天下黄黄祸水横流 甚至会有 亡国之余啊 亡国 可绝不是我威言耸听 如果诸位 能在国家威王之际 挺身而出 做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那国家 是忘不了你们的 不过 我也想警告那些 首属两端的墙头草 再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 幡然醒悟 起结果 一定是大家 所不愿意看到的 对了 我还想补充一点 尽管如此 政府还是会做到四个字 那就是人至易尽 也是为了体现本党 天下为公的诚意 直到国民大会结束前 都会虚位以待 会把二百多个名额 保留给中共代表 在政协会议上 各党派共同达成的五项协议 到现在一项也没有实现 所以 他蒋先生 就想要求我们参加国大 这不等于把刀放在脖子上 逼我们投降吗 但是他蒋先生答错了主意 我们共产党人 从来都是在压力下面长大的 周先生不要生气了 我们各党派都会跟你们站在一起 蒋先生若不能兑现五项协议 我们绝不会派代表参加国大 对 我们都不去 就让国民党去唱独角戏吧 这样也好让全国人民 看清国民党的假民主是什么样子 对 都不去 给他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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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和平是真的没有希望了 这么多年来 您始终治理国共两党的条件 您说呢 天理昭昭自有公论哪 我认了 对于您 和众多民主人士 和众多民主人士 这些年来不懈的努力 我周恩来个人 和中国共产党 都深表钦佩和感谢 人民 也不会忘记你们的 周先生回到燕安 替我问候毛主席 好 一定 毛主席也不会忘记您的 哎 哎 哎 记得 四五年 你和毛主席在 延安窑洞一番彻夜长谈之后 他就一直反复告诫共产党人 一定要用民主来打破周青 那你就把山城一起生死难料啊 华人啊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周先生 来人方长 来人方长 彼此珍重啊 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 返回延安 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大门 完全被国民党封死 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中间派的调停也宣告失败 来来来来 请问黄先生 你们民盟真的决议不参加国民大会了吗 此事属实 亲眼党已经决定参加国大了 您对此有何看法 亲眼党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请您说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民盟已经把青天党开除了 好了好了 都这么晚了 你们懂不懂爱护人家老人家呀 对先生 皇人老 这位是张伯军 你好你好 请 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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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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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给我说句心里话 差不多这将近二十年来 蒋先生对你如何 蒋先生对我不保 那你说你就不能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吗 这会行 我今天跟蒋先生并非个人恩怨哪 说到恩怨 皇人老 江委员长可是 中国人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